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聊美国他到底怎么了 引入的新闻的是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庭痛批美国忘恩负义 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 昂萨的国家对不对 远方亲戚的一个关系都是五眼联盟其中的一员 这样的一个澳大利亚走到今天 好多的政治人物排着队向美国人叫板 尤其是以这一位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喊的声音声量也是最大的 总而言之大家能够感觉到 其实很多的国家现在世界上面都对于美国不满 美国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条一条分析 不过呢今天还会跟大家说一说 是中美博弈导致美国出了问题吗 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但是总而言之以美国现在这种表现 美国在世界上面还能撑几天呢 其实今天也是一个聊趋势的新闻呢 好吧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咱们先从新闻入手 看一看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庭向美国人说了哪些 他说了三点吧 首先第一点美国人不知道感激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提议创建了亚太经合组织 然后呢这是源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也是他个人送给美国的礼物 但是美国人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感激之情 这也是事实 美国人就是这样啊 我最好 我最棒 让美国优先 对不对 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那是你应该做的 为什么呢 你是我的跟班啊 澳大利亚 对不对 我是英雄 对不对 我那个裤衩外穿 你呢 你就是我的小跟班 我用得着感激你 开玩笑 对不对 然后美国对一辈子支持他的人特别忘恩负义啊 我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这个这个基庭他还说呢 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他是也就是啊 印太战略 他说是一种战略上的无稽之谈 澳大利亚不应该与其他国家串通一切 试图遏止中国 然后基庭对于G7还有一些评论 他说啊 认为在G7的框架之下 永远不会形成有效的和平的世界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缺少亚洲的稳定的力量 中国呀 不仅如此 他还说啊 这个基庭反对这个澳大利亚前政府宣称的啊 军事协助台湾的外交政策 基庭明确表示 如果他是总理 如果台海有事 他将拒绝加入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 然后他说 他再说一遍 协防台湾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基本利益啊 然后基庭还认为 美国成功防卫台湾的机会为零 总而言之啊 这澳大利亚的前总前总理啊 然后的话说的真的是一句又比一句狠 其实大家一定得知道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的讲话呢 可能有些同学啊 听着顺儿啊 他说实话了 大家得知道啊 政治人物都很聪明的 他们都懂一句话 叫顺势而为啊 如果说美国还是世界上的老大 哪怕美国错了 他也不敢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敢说老大错了 你要付出代价 并不是说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 或者说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错误的 只不过美国自己发生了问题啊 澳大利亚看到了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庭看到了 很多同学可能会认为啊 这是一个前总理 他说话不是那么重要吧 但是大家得知道 这个基庭 他是工党的 澳大利亚工党的人 而且现在的澳大利亚的执政党 是谁呢 澳大利亚的工党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他代表了工党内部的一部分的声音呢 总而言之 大家可以判断澳大利亚的工党所统治之下的 这个澳大利亚将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为什么澳大利亚现在往中国卖煤炭 竟然人民币结算了 大家看到了原因了吧 为什么昂萨呢 这些组织这些联盟看起来越来越不团结了 大家想明白原因了吗 首先 这个新闻 我觉得最重点的是 这个前总理称美国忘恩负义啊 然后并不是为重点啊 就是称美国忘恩负义才是他说的话里面的重点 他说什么机器啊 说什么中国 我认为不是重点 虽然说那些话特别的硬 包含什么美国成功防卫台湾的这个可能性为零 听起来特别的硬 但是他说美国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美国忘恩负义啊 咱们就就要聊聊美国他到底怎么了 对不对 首先啊 咱们先看一看最近相关于美国发生的新闻 对不对 首先啊 美国他最近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 人家说了嘛 要跟中国进行什么呢 规则之争 因为中国想要给这个世界啊 提供一条不同于现在世界主流的规则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美国 中国要提供的这一条规则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提供的呢 是什么呢 那就是充满意识形态 要民主又自由 你跟我不一样 我要弄死你 这就是美国跟中国提供的给这个世界提供的两条不同的路径 这有一点规则之争的一个意思了 那规则之争 那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选择不同的规则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各位都可以思考一下 是因为这个规则有利于自己 还是这个规则怎么怎么样吗 其实并不是啊 这个啊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选择哪条规则是我应该去遵守的 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执行或者说提出这个规则的国家的国家信用 为什么这样去说 因为你提出了这个规则 你就按照这个规则去走 我遵守你这个规则 规则无论无分好坏 规则无分是对是错 规则就是规则 就跟法律一样 法律就是法律 但是你希望我遵守你这个规则 遵守你这个法律 有一个前提 那你得对不对 你得合法呀 对不对 你得有信用啊 你得说啊 大家都遵守你这个规则 遵守你这个法律 你也按照这个规则 按照这个法律来走 我们才会听你的 如果说你提出这个规则的人 你竟然天天不按自己的规则来行事 那我干嘛要听呢 你说话都不算 对不对 你说啊 你必须大家啊 往左去走 往左走 对不对 结果呢 你自己往右了 那别人是跟着你呢 还是往左去走呢 对不对 你选择去右边走 那是因为你认为右边有好处嘛 那我们听你的啊 往左去走了 我们没得到好处 那你们是玩我嘛 对不对 你玩我 我干嘛要听你的呢 应该是符合这个规则 在这个规则架构之下 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 包含提出规则的人也一样 对不对 大家一定得知道 中美的规则之争 并不是在于规则的对或错事 或否 好或坏 而是说背后那个国家提出国家提出这个规则的国家 他的信用是否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的信用是否是信得过的 讲回信用这个东西 哎 咱们又要讲到另外一个新闻 那就是关于芯片 对不对 尤其是美国最近敲锣锣打鼓 当了个当 当了个当 当当当当 对不对 敲锣打鼓 时尚最严制裁法案 对不对 制裁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制造技术和高端芯片 对不对 时尚最严呢 敲锣打鼓就喊出来了 敲敲敲啊 这是最严最严最严 中国害怕吧 首先中国害不害怕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看美国现在的状态 然后的话啊 马上啊 这个这个法案要弄出来 这个这个制裁要弄出来 弄出来之前 哎台湾和韩国都获得了一年的豁免 这个世界上能够提供啊 高级的这个芯片的制造技术和这个高端的芯片 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呢 除了韩国 还有台湾这个岛 还有就是美国呀 对不对 你看看美国现在的状态 自己大声向全世界表达出来了 史上最严制裁中国获得高端芯片 对不对 史上最严啊 怎么怎么样严 结果呢 这个制裁还没怎么推下去 马上就缩回来了 豁免这个一年 那个也一年 你一年 他一年 他也一年 那你这个法案推他干嘛 对不对 你推的时候你没想过吗 你会你你会面面对到别人的反抗 台积电也在反抗 台湾也在反抗 韩国也在反抗 你想不到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如果你想到了 你干嘛还推他呢 对不对呀 这一年你要他干嘛 而且这一年对于你美国有利吗 对于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 对于韩国的芯片制造企业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啊 这一年之后 那这个你美国就赢了什么 你赢了 那你要不要我的芯片行业 因为你美国有芯片制造法 有美国的芯片法案嘛 然后的话你啊 想要把世界上的这个芯片制造的企业啊 吸到你美国去 你这个目的都已经很明显了 让我们等一年 然后这一年之后 你再来收拾我 要我的芯片企业 是这个样子吗 然后的话 中国中国大陆 然后的话 现在是全世界50%芯片的去网的一个所在地啊 这50%的芯片 然后的话 你美国能吞得下来吗 如果你美国有足够多的企业 能吞得下来 这50%的芯片呢 全世界生产的50%的芯片 都能供给你美国 你美国能拿的下来 韩国和台湾 这些芯片制造企业 当然开心 但是你美国又没这个能力 一年之后 这个世界的格局 不会发生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那一年之后怎么办 一年之后就不能往 这个中国大陆去卖了 对不对 那好嘛 那好嘛 那还不如中美博弈 你美国输惨了呢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自己要立出一个规则 所谓的史上最严 对于中国的芯片制裁法案 对不对 然后制裁中国了 获得高端芯片 史上最严 这就是一个规则 结果呢 这个规则拿出来之后 豁免又豁免 那要你美国干嘛呢 你美国在做什么 对不对 其实啊 大家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美国最近改变了 他是改变什么的 大家得知道啊 从芯片制裁 芯片法案 美国的芯片法案 再到削减通胀法案 再到佩洛西 创访台湾 美国的一 美国的那个时候的表现 非常非常强硬 什么叫非常强硬呢 就美国向全世界展示了 我美国就雇我自己了 哪怕 对不对 哪怕表现的很坏 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嘛 你执行下去 对不对 你执行下去 你能够向全世界展示 比如说啊 芯片法案 我美国向全世界展示了 所有的芯片的制造的制造行业都得回到我美国 我美国要变成芯片制造行业的大国 对不对 就像拜登举着那个 那个那个芯片的那个圆盘一样啊 表现的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我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不对 我美国要造这个了 然后美国向全世界展示这个 然后的话 那你美国就做对不对 美国就一个一个企业拿回来 那别人还会害怕你 哪怕你就是自私 哪怕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发展 哪怕你要害死别人 那别人也怕你 那个薛检通账法案 同样也是如此 我美国要发展我自己的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汽车 我要补贴在美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了 对不对 你像什么啊 这个韩国的这个现代啊 日本的这个汽车的制造业 我才不管你们死活呢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来我美国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去死好了 美国这边市场不欢迎你了 我美国就要做了 你看看 从美国的芯片法案 到美国的削减通胀法案 美国的表现都是 我只顾自己 我只顾自己 包含佩洛西串访台湾也是如此嘛 那就是我美国为了台湾的芯片行业 哪怕调起两岸的战争 我也不担心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美国的政客们啊 美国的议员 美国的州长排着队往台湾去跑 哪怕两岸打起来了 没关系 对不对 芯片制造业 来我美国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没有 就芯片法案 削减通胀法案 佩洛西串访台湾 这三件事情 美国在全世界展示的是什么形象 那就是 我为了我美国人自己 我美国要优先 我美国要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哪怕你骂我自私 哪怕你骂我害死了别的国家的经济 没有任何的关系 其实包含 美国的加息啊 都是这种政策 都是这种形象 对不对 我为了缓解我美国的通货膨胀呢 然后呢 我加息 我从全世界啊 吸收那些流动的流动的资金 缓解我美国的经济 其他国家没有流动资金了 我不管 我才不管他们死活呢 对不对 美国是这种形象 很多同学可能会唾弃美国啊 美国好坏 但是大家一定得知道 美国哪怕是这种成这种形象 美国做成了 美国把全世界的流动资金全吸过来了 美国把芯片制造业全吸过来了 美国啊排除了很多不好的一些汽车制造行业 这个新能源行业 很多也回到了美国 美国也就赢了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嘛 这就是美国嘛 你撑下去嘛 你要想展示自己好坏坏的那个形象 对不对 你就展示嘛 但是的话你的目的很清楚 你就是为了美国好 为了美国的经济好 又能缓解啊 通货膨胀 又能发展美国的行业 芯片行业 还有其新能源行业 都能发展的起来 对不对 你美国啊 就这样去做嘛 结果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马上就变了 马上180度大转身呢 所谓的啊 这个这个啊 最意史上最严的这个制裁 中国获得高端芯片 这个法案 这个这个这个制裁 对不对 结果呢 哎 马上给了一年豁免 你美国想要干嘛 对不对 你美国想要是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向全世界展示你是如何 180度大转身的吗 对不对啊 你只能向全世界展示你的懦弱呀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就因为美国这种形象 台湾在反抗 对不对 啊 我不是啊 这个蔡英文说啊 我不是对于全球经济的威胁 韩国在反抗 对不对 我不要加入芯片的四方联盟 对不对 然后你美国歧视我的汽车行业 都在反抗 美国就缩回去了 这样做对于美国好吗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要不然你就做到头 做到头 把自己真的是做肥了 然后呢 真的是啊 达成自己心中所愿 流动资金拿到手里面 芯片制造业拿到手里面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起来 你真的是别人就不敢跟你说个不字 结果走到今天 这边一反抗 那边一反抗 这边说个不字 那边脸一垮 你美国就认了 对不对 你这样就是告诉全世界 跟美国对着干吧 跟美国对着干 有好处 美国会低头的 美国最乖了 对不对 只要你反抗 我美国就给你一年的豁免 只要你反抗 我美国马上就改变我的政策 你说这样的美国能怎样 他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吗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美国的信用来源 对不对 很多同学说 美国没有信用 美国就是坏蛋 但是我必须要说 美国哪怕是个坏蛋 他的信用的来源 也是因为他足够的坏 对不对 哪怕啊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哪怕他是洗衣粉 对不对 我说出来了 我也灭掉一个国家 这就是美国的信用来源 说到做到 要你三更死 不会留你一道五更啊 对不对 结果呢 走到现在啊 有个反抗的声音 转向 有个反抗的声音 转向 你这样的美国 嘿嘿嘿 你怎么鼓励大家 跟你顶着来嘛 这个时候 大家也就看到了 今天最开始 跟大家聊的新闻 澳大利亚这个新闻嘛 对不对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 人家跟你美国顶着来 这个话真的是 硬到了一定的程度啊 对不对 你美国不知感激啊 你美国忘恩负义啊 你美国啊 做一些啊 无畏之事 对不对 战略上的无稽之谈 对不对 你美国啊 竟然还还还想的 还想保卫台湾 你成功的可能性为零 你而且你 你竟然啊 还想试图遏制中国 对不对 你做你的春秋大梦 这话都说白了 那你美国能如何呀 你如何让他付出代价 对不对啊 跟你美国顶着来 没有任何的损失 还能得利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发现没有 跟美国顶着来 跟美国人说 不啊 你不仅没有任何的损失 你还能得利 就台湾 韩国不就这样吗 跟美国顶着来 拼了 你我不是威胁 我不加入芯片的四方联盟 结果呢 获得豁免 你说这样的一个美国 他未来 他能往哪个方向去走 中美博弈 美国如何去赢 对不对 这就是对于美国来说 最尴尬的地方 包含最近沙特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新闻 对不对 沙特真的是一点脸都不留给美国人了 美国人啊 对不对 你沙特竟然敢减产 我要弄你沙特 你沙特 对不对 邪恶 自私 你支持俄罗斯 你支持普京 对不对 所有的大帽子给沙特扣上 结果沙特怎么着 直接说 哎呀 一个月之前 你美国就跟我说 啊 不 不是不是一个月之前 你美国啊 私下偷偷跟我说 对不对 让我一个月之后再检查 我就是直接跟你说 不 对不对 直接一点面子都不留啊 什么意思 一个月之后啊 那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又结束了 是吧 结束之后再检查 不然的话 民主党的选举可能不好选 是这个意思吗 沙特直接把这个桌子都给他掀了 能耐沙特 能耐沙特和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让他付出代价 你还要去招他 你招他干嘛 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让他付出代价 你还不给别人一张笑脸 对不对 美国人是如何对待沙特的 把沙特人都说成贱民了 这就是美国呀 对不对 沙特好像是贱民一样啊 那你说怎么样 沙特跟你配合着 对不对 跟你配合 配合你美国 让你美国能够得偿所愿 那怎么可能呢 这美国现在是不是活在了 就就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人 就永远把别人当成什么呢 当成小跟班 对不对 要不然当成垃圾 当成贱民 当成跟班 美国人眼里面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也就是 澳大利亚前总理 人家说的嘛 你就不知道感激嘛 对不对 你是跟班 人家干嘛感激你 这就是美国 美国人眼里的世界嘛 不仅如此啊 还有朝鲜呢 对不对 还有朝鲜呢 人朝鲜现在 怎么你美国了 对不对 人家不就是打了你美国一耳光吗 对不对 你美国天天的马 你朝鲜没人性 你朝鲜野蛮人 你朝鲜要要试验核武器了 对不对 天天喊 喊了半年多 结果呢 人家金正恩直接给美国人一耳光 我给你来一个中远程的弹道抖弹 我就冲着你美国而去 飞过日本的上空 日本人就得喊 而且朝鲜官方直接承认 那我就是冲着美国的 我没有针对周边的国家 我就打美国 对不对 那结果呢美国现在什么样的状态 你喊一声 对不对 美国现在用的手段是什么呢 韩国 韩国啊 你往朝鲜方向 打炮 放炮 对不对 打十几个小时的炮 韩国上 韩国也听 但是 但是说实话呀 虽然说 大家可能认为 韩国比较有钱 朝鲜一个穷光弹 光脚的 对不对 虽然说是这种印象 但是啊 你从地缘政治上来说的话 朝鲜这边啊 然后用用远程的火炮 不用火箭炮 远程的火炮 都能够直接打到首尔 韩国只有这一个大城市 对不对 韩国所有的啊 国家的资源都往首尔去跑 也就是汉城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说 不说别的 朝鲜就发几个炮弹 你韩国还要经济吗 韩国的这个结果就在那摆着 你要配合美国人 到最后小心遭殃的是你自己啊 而且韩国如果配合美国人 还有谁会不开心啊 还有谁 除了朝鲜 还有谁不开心 当然 还有旁边那个中国呀 对不对 你韩国如果配合美国人 配合扔这个样子 你在中国这边想得利 嘿嘿嘿 你就等着被收拾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韩国啊 所必须的一些原材料 一百多项里面 有百分之六七十 都是依赖于中国 而且有些项 几乎是百分百依赖 有些项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依赖呀 那中国不说别的 中国就说 哎呀 我的产能下去了 你韩国怎么办 对不对 你找别人去吧 对不对 你找别人啊 我看看你去别人哪买 能买出多少钱 对不对 那你韩国的经济还要不要 给你玩硬的 你韩国要倒霉 给你玩软的 你韩国也要倒霉呀 总而言之 韩国这个国家 到最后遭暴勇是必然 对不对 遭暴勇是必然 如果你配合美国人 那就跟澳大利亚一样 配合美国吧 战股 我是战股 我去保卫台湾 协防台湾 对不对 你就喊 喊到最后 嘿 人民币啊 人民币交易没他 来嘛 对不对 你永远都是啊 美国真的是不管别人死活呀 不知道别人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地缘上面是占便宜 但是吃亏的 总而言之 为了美国的利益 你必须得上 对不对 你必须得上 为什么呢 我美国最厉害呀 那如果你这么搞下去 你不管别人死活的话 澳大利亚就给全世界打了个样 对不对 被中国制裁 制裁到什么样一个结果 人民币买 用人民币买煤炭呀 人民币又往国际 国际货币里边 又前进了一大步 韩国也得走这一步 咱们就慢慢看 美国玩嘛 对不对 这样的美国如何能赢 你只顾自己 你只顾自己 你还没有能力 对不对 人家跟你说个不字 人家刚说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样子 你还真停下来了 而且你还马上 把衣服都穿好了 你这样的美国 谁怕你呀 做坏事都没有能力了 现在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美国的形象有一点 就是那种啊 现在做成一件事的能力 几乎没有 但是他还是有毁掉一件事情的能力 结果走到现在 美国不仅没有做成一件事的能力 他连毁掉一件事的能力都做不到了呀 这样的美国 他的未来其实就已经确定在那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对不对 欧洲这些国家都开始不跟美国了 法国 德国 对不对 要不要十一月份来北京呢 咱们就慢慢看 对不对 可是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法国 德国 十一月来没来北京 无所谓 为什么呢 这个新闻他已经出去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新闻呢 是因为你美国啊 得了占了大便宜了 中美 中美博弈 人家才 才有这种新闻的吗 怎么可能 如果美国占了大便宜了 在中美博弈上面 人家肯定巴不得抱着你美国人大腿呀 现在只不过代表了这个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发现了中美博弈 美国不行了 才会有了排着队往北京来的新闻呢 这样的一个世界 你说你美国怎么了 美国到底怎么了 美国损失信用 美国的规则不值钱 那未来谁的规则值钱呢 都在这摆着呢 美国的未来 很难改变了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